原物料涨翻天 这个族群成为赤金避风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经即时通 我是Cindy 我是李欧 老师最近因为战争的关系 全球的原物料都一直在上涨 而今天我们台股中的化肥料股 也是逆世的成长 是怎么看 好的确实化工股已经涨一段时间了 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农粮短缺 所以整个族群的走势是相当整齐的 但是我们在进入化股股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大盘 今天大盘开高震荡走低 大概收在平盘附近 到底如何观察大盘很重要吗 3月8号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台北股市要出现关键转折的讯号 只有两个 一个叫长黄吞式 第二个叫做倒撞反转 后面看起来确实出现了倒撞反转 所以台北股市可以说是初步的止跌 那现在到底该如何看待呢 其实目前我们看到的最佳情境 就是一跟二区间的一个相形震荡 那我们知道今天早上这些消息 有传出来说俄乌准备要怎么样 和谈嘛 那俄乌和谈最佳的情境 确实有一个和平协议 那俄国撤军的话 那可能就出现三 突破区间的上缘 那假设和谈失败 继续猛攻 基辅沦陷可能就来到这个四的位置 就是跌破区间的下缘 但是跌破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因为就已经跌破了 那大家的情境就是 那就是最差的情境 大家不会有比这个更差的利空 除非就是第五个世界大战 但这个几率是相当的低 所以短线我们的看法 还是出现在这个一跟二 区间震荡的几率是比较大一点的 这是指数的部分 那再来资金避风港 我们知道电子蛮弱的 那钱就跑到哪里 农粮概念股嘛 是 做这个肥料的 或者做这个农药的 包含像冬碱 汇光 中美食 合意 新农 台肥 今天股价走势都非常强劲 我举例子给大家看 比如像冬碱 做纯碱 跟这个肥料的原料 股价走势出现一个多头排列 今天创波段新高 而且成交很明显放大 汇光 汇光做农药 还有这个植物保护剂 再还有地宫膜 什么叫地宫膜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 就是在农地的 对 农地上面 铺在这个田梗上面的 这个黑色的塑胶膜 叫地宫膜 他之前没什么动 那今天也攻上掌平板 也出现一个波段的大量 好 那抱一下新农 新农大家都知道吗 做农药的 台湾第一大农药厂 他也出现了爆大量 那再来呢 台肥做肥料的最大的厂商 今天也出现波段的大量 可是到底投资朋友最想知道的 还能不能追 对不对 那你要先知道 这些股票为什么会上涨 因为进口原物料的价格上涨 再来是什么 农粮危机 粮食短缺 俄罗斯乌克兰 出口小麦 这个 整个目前看起来都是往下 没有出口了 所以这个需求 还是很旺盛 然后价格一路的往上做一个标高 这个黄小麦 黄小玉的部分 全部都呈现一个价格飞涨 为什么他短线会涨呢 资金的避风港 电子弱的时候 大家又跑去这个地方嘛 所以短线因为这三个因素 导致于说 他的股价走势特别的强劲 那你要想 假设战争结束呢 他是不是可能就没有那么缺了嘛 所以这样子的族群个股 他可能就会稍稍往下回落 所以到底能不能追 可以啊 他是短线的标的嘛 短线强势股嘛 可是你要守长红大量k棒最低价来当成是停损或是停利价 例如呢 你看像台肥 是 波段突破 那不是有大量吗 那大量这一根可以办法最低价 比如像新农 有没有 出现一个大量 那大量可以办法最低价 因为这是起涨点嘛 起涨点的最低是不能跌破的 如果一旦跌破的话 投资朋友可能就要留意这个出场点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追一个参考咯 好 谢谢老师的分析 喜欢我们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一定要加入老师的Laye和Taragon哦 财经骑时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